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們在前幾天 反覆地提到了一個概念,就是公民抗命 我說公民抗命的這個觀念已經在香港深入人心 從2014年的戰中運動開始就已經深入人心了 在香港時間的10月20號又一次爆發了 一次大規模的公民抗命的行動 這件事情本來不應當是一個公民抗命行動的 本來是一個合法的遊行,在10月中旬的時候 民政、民間人權陣線就向警方發出了遊行的申請 但是在10月18號的時候香港警方就發出了 反對遊行的通知書,不讓他們去遊行 如果再去遊行的話就是違法的 那這個時候就有四位香港泛民主派的人物站出來 組織這次遊行公開的違法,公開的對惡法說不 公開的對不合理的政策決定說不,這就是公民抗命嘛 那這四位人物第一位就是民主黨的何俊仁 第二位是社民聯的梁國雄,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長矛 第三位是工黨的何秀蘭,第四位是民政的副召集人 陳皓桓,那這一次的這個遊行非常的成功 從一點半開始,從尖沙嘴起步 那麼當時有很多很多的人把整個尖沙嘴的 那彌蹲道的這個道路都已經站滿了 一點半開始到2點40的時候,遊行的這個前頭部隊啊 那就是這四位召集人,站在最前排的 就已經到達了遊行的終點西九龍的一個地方 整個過程都非常的有序,非常的和平 這次遊行當中呢遇到了幾個重大的難題 第一個難題就是香港政府、特區政府 像往常一樣為這次遊行設下了障礙 第一個障礙就是他們命令港鐵停止在某幾個站 就是在遊行道路經過的那個地方要停止運行 不在那個地方停,所以說很多的人 可能就沒有辦法按時到達那些地方 但是沒有攔助這次遊行,這次遊行的規模還是相當大 一共那據估計一共有35萬人參加 一次公民抗命公開的違法的違反惡法的行動 就有35萬人參加,所以說真是公民抗命的 這個觀念在香港是深入人心的 那第二個挑戰、第二個考驗呢 就是這個遊行的隊伍要經過一個地方 叫做重慶大廈,那這個大廈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大廈它裡面集中了很多很多 這個南亞裔的香港人,就是從印度、巴基斯坦 好多年以前他們都已經移民到香港 就隨著英國的那個政府他們過來的 過去甚至有些人在這裡定居了好幾個世代了 已經成為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了,但是呢 他們是香港的一個少數族裔 那在前幾天呢,在重慶大廈那裡就發生了一個案件 就是民政的召集人陳子傑 在那個地方遭到了四五個南亞裔的暴徒的襲擊 現在還在醫院裡面還沒有完全康復 所以這件事情就引起了香港市民的關注 所以這次遊行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有一點擔心 這些遊行的組織者就有一些擔心了 就是說是不是在這個重慶大廈附近會發生種族衝突 挑起這個民眾鬥民眾,這是中共的一貫的手法 以前是挑起大陸的人跟香港的人之間的這個民意的對立 那當然了,很多大陸人他不能夠去香港 所以說他們大陸的五毛奮金 他只能在這個大陸罵一罵 那對這次香港的這次行動沒有太直接的影響 那麼第二個他們就現在想起來了要挑動族裔之間 少數主義和泛民陣營之間的這種衝突 這個能不能得逞呢?從這次遊行的過程看 完全沒有得逞,這次遊行的過程非常的和平 當隊伍經過重慶大廈的時候 不僅僅沒有發生肢體的衝突 而且甚至是語言的衝突沒有 而且顯示出族裔和諧的景象 香港的泛民主派的有個議員叫做邝俊宇 就專門到那個重慶大廈那個附近 就去跟當地的這些南亞裔的人士跟他們去接觸 同時也跟這個遊行的這些隊伍跟他們喊話 大家一定要保持和平理性 那另外還有一些抗爭隊伍的前線的人士 他們也到了那個地方去幹什麼呢? 去保護那個重慶大廈的裡面的這些商戶 還有保護那個重慶大廈附近的一間清真寺 應當是巴基斯坦裔的這些穆斯林 他們所崇拜的這個場所 所以說整個過程非常的和平 而這個南亞裔的很多的人士 他們實際上也是支持反送中的 他們也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 也是對中共在香港侵犯香港人的自由權利 是非常不滿的 所以很多南亞裔的人也站出來參加了這一次的行動 所以說又經過了一次考驗 中共的、港共的、他們的挑撥族裔矛盾的 這個沒有達到他們的效果 那第三個考驗就是在遊行的正式的遊行基本結束以後 香港的警方有大量的出動 派出了幾十輛的警察的大巴士 拉著那個人數、警察的人數 我估計可能有上千人之多 還出動了這個水龍車、還出動了裝甲車 所以浩浩蕩蕩地開進那個地區 實際上那個時候公民抗命和平遊行 已經正式地結束了 到四點鐘左右警察開過去了 然後在那個地方大量的釋放催裂彈 從尖沙嘴一直到油麻地 很多地方都釋放了催裂彈 尤其是在望角太子站附近 就是在831發生這個打人 甚至是殺人慘案的那個地點的附近 大量的警方在那裡聚集,發售大量的催裂彈 所以造成了一些人群的不滿 那些人群當時也有一些跟警方 有很多很多的語言上的衝突 但是沒有爆發激烈的肢體衝突 沒有爆發激烈的這種勇武派跟警方的這種戰鬥 所以說這一次也算是在第三關也算是基本過了 並沒有爆發嚴重的暴力衝突 所以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次公民抗命的行動應當說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這次行動結束以後可能還有一些後續的一些故事 因為公民抗命這是公然的違反法律 那麼公民抗命的其中有一個觀念 就是違反法律之後他們那些組織者 那些領導者那些甚至是參與者 他們要自願地承擔這個法律上的後果 所以這四個人四個組織者都已經公開的宣稱了 要承擔這個法律後果 你們要想打人要想抓人要想審判就儘管來 何俊仁先生在昨天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就已經跟媒體說過 所以已經做好了準備了 現在的勇武派在街頭年輕人承受了這麼大的犧牲 那現在是我們站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所承受的這樣一點點壓力 一點點犧牲根本算不了什麼 另外一位組織者梁國雄先生 他本人這一輩子最主要的一個活動 就是在跟不公不義的法律制度在抗爭 實際上他的一生就是公民抗命的一生 所以說他早就是已經做好了這樣的準備 而且他自己因為過去進行抗議活動多次入獄 即使是在當立法會議員的期間也曾經被判過刑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中審法院 就是香港的最高法院的一個大法官就曾經說過 說梁國雄這個是他並不需要保釋 他是求仁得仁,他是為公義,他不是來求憐憫 所以說這個人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這樣的一位公民抗命的人士 這一次的行動由他們這幾位出來主持 可以說是恰到好處,是真正的體現了泛民主派的 這個道義力量,他們這幾個人都是非常有號召力的人物 有號召力的人物出來公民抗命的這個規模 這個聲勢就會更加大 而且也為下一步更加徹底的更加精細的完善的 組織化奠定的一個基礎 這一次的公民抗命不能不說不是完美的 在組織化上面並不是說能夠達到完美的程度 當然了組織化不是一個能夠一蹴而就的 還是需要有一段時間大家謀求共識 大家來協力合作最後才能夠形成的那麼一種狀態 那現在在這一次反送中運動當中 公民抗命所用的次數還不算是太多 這一次算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我相信今後一定會有更多次的更大規模的 組織的更好的公民抗命行動 香港警方他為什麼在這個遊行已經快要結束 或者已經結束的時候這麼大規模的出動 他們到底來幹什麼呢?他們就是來挑起事端的 就是港共政府派他們出來挑起事端的 他們不是來維持秩序的 這個活動沒有警方的在旁邊的這種挑動 整個過程可以說應當是百分之百和平的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去挑動呢? 他們不是口口聲聲要保護香港的秩序嗎? 這裡面就有一個政治考量 如果是整個的公民抗命行動都是非常和平的 非常有序的,那麼他就會對更多的人 對更多的一些還在猶豫的人 抗爭的意志決心不那麼堅定的人 就會跟他們發出一個信息 就是說這些抗爭行動是安全的,是有序的 那麼大家都去吧 所以說那個抗爭的規模就會越來越大 而抗爭規模越來越大 它發出的這種政治上的衝擊力 它就越來越強,就越來越顯得你中共 你港共政府在香港完全不得人心 如果是一直發展下去,那麼最後可能香港700萬人 就會有650萬人甚至是更多的人一起走上街頭 那還得了,那你這個港共政府、中共政府 你在香港的合法性何在呀?你的顏面何在呀? 怎麼能夠統治下去啊?你在政治上哪有信用可言呢? 所以說他們一定要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怎麼樣阻止呢?那就是去挑起暴力衝突啊 人性當中它都有一個自我防範的意識 當你受到暴力攻擊的時候 你自然的就會用武力去反擊他們 這是所有的人在天性當中都有的一種本能 他們就是想利用這種本能,尤其是年輕人 年輕人血氣方剛,這種本能是特別的強 所以說呢,警方他在這個時候就要出動 出動呢就是去挑撥這些年輕人 他們的這種自我防範、自衛的這個本能 但是呢,他說顯示給大眾社會的 就是說這個遊行不是和平的 這個遊行裡面充滿了暴力 你看看他們在攻擊警方了 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並不是如此 在警方出動水龍車 用那個藍色的液體向街道兩邊掃射的時候 那個時候實際上街道的這個遊行的人群已經散去了 或者是正在往後撤退 正在散去 公民抗命他真正的力量是在於 保持他的這個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這種態度 但是呢,要公開的對暴政、對惡法說不 這是公民抗命的最大的力量所在 公民抗命不是武力的衝突 而是一場政治的戰爭 是政治意志的較量 是道德的較量 是道義上的這個衝擊 力量無比的強大 尤其是在香港這種地方 力量無比的強大 有些網友有個疑問 說在香港實行公民抗命 是有可操作空間的 但是在大陸可不可行呢? 我告訴大家,在大陸也是可行的 在大陸每年有幾十萬起 中共所說的所謂的群體性事件 實際上就是公民群體走上街頭 用違法的方式進行抗爭的事件 實際上就是公民抗命事件了 它只不過是他們的這個訴求 沒有香港市民的訴求 有這種政治上的法律上的高度 他們針對的不是要改變一個制度 不是要改變一個法律 他們只是針對的某一個具體的政府 或者是全市集團侵犯人權的事件 要求他們做出糾正 只不過是他們的訴求的層次 稍微低了一點,稍微更具體一點 那在大陸發生的那些公民抗命事件 是不是都徹底的遭到了中共的鎮壓呢? 也不完全是,在有一些場合 有一些事件當中 中共是採用強力來進行鎮壓 抓捕了一些組織者,一些積極的參與者 那在更多的場合,中共他們是用比較懷柔的手法 大事化小,因為他們也害怕 害怕老百姓這個義憤被激起來之後 人越來越多,最後小事化大 所以說他們是盡量的要做到大事化小 在剛剛開始的時候 往往一個地區的那些比較有經驗的 處理這類事件的那些官員 他們往往是採取欺騙的手法,懷柔的手法 要把大事化小 然後他們來進行下一輪的 要麼是秋後算帳 要麼就是從此以後把這件事情就壓下來 不再過問 所以說現在在中國大陸 採取以維權運動的形式 採取公民抗爭,公民抗命是有空間的 現在我們如果是舉出政治上的口號來進行抗爭 這個空間是沒有 所以說我們全民共證團隊一直在提醒 在全國各地的民主通道 大家不要把自己的政治訴求拿來做為行動的指導 現在還不到時候 要等到將來 等到什麼時候呢?等到將來 公民抗命行動在全國各地同時興起了 那個時候全國各個地區各個城市的老百姓 都走上街頭抗議了 那個時候中共的這個鎮壓的體系已經癱瘓了 沒有能力鎮壓 同時鎮壓這麼多的這個街頭民眾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訴求提出來 那個時候中國老百姓的他們的恐懼感已經完全消失了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他們組織起來 形成真正的政治陣營 給他們提出新的政治上的明確的目標 那個時候我們所針對的公民抗命行動 就不再是針對的一個具體的一個利益上的訴求 而是針對的整個制度,針對的整個的惡法的體系 那個時候公民抗命就演變成了顏色革命 所以公民抗命是顏色革命的前奏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今天就講到這裡,下一次跟大家再見,謝謝!